百合花般的冷星丘和母仪天下的复查室,哪个才是董协的巅峰期? 董协早期的造型清新淡雅,她凭借金粉世家扮演冷星丘而走红,一时间成为多少人心中的女神? 三十七岁的董协依旧美得让人惊艳,周深有一股清丽婉约的气质,她出演如意传中的皇后复查郎画,把母仪天下的复查室,全世的淋漓尽致。 那么百合花般的冷星丘和母仪天下的复查室,哪个才是董协的巅峰期? 冷星丘,美如百合,清纯高贵记忆中的清丘姑冷高傲,优雅,清纯,有着天使般的笑容,让人脑海中一直忘不了那个清纯美丽的女子。 董协的气质与董协非常吻合,一甜一笑,如同百合花般清香,清纯高贵,一台演艺回眸皆如画中人,惊艳了时光。 孝贤皇后复查室,端庄大方,气质高贵董卷在如意传中饰演复查郎画,笑容端庄得体,颇有正式风范,深情默默的眼神,也能感受到她最命运,不顺的惆怅。 可以说,董协饰演的孝贤皇后复查室,将这位母仪天下皇后关其圣宠后宫,知其郁郁寡欢的形象演义的淋漓尽致,那么百合花般的冷清丘和母仪天下的复查室,哪个才是董协的巅峰期?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规所作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